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萝卜 还有木耳 还有鸡蛋 还有这个灵魂的配料就是这个肉帽 那我们这道菜呢 因为小的时候妈妈经常做给我们吃 我们每当吃到这道菜的时候呢 就想念妈妈的爱 也特别地想念家乡 那我们今天做这道菜呢 也请Martin老师多多地给我们指导 谢谢您 都是传统的本地里面本地的传统的老家的食材跟配料 真的保持传统温馨 回忆妈妈的爱心的菜 五彩拉皮也是五彩的缤纷的爱 好 谢谢苏菲和璐 他们已经在开始切他们的五彩大拉皮中的原材料了 你们怎么样了 我们这道菜呢 就比较简单 主要就是考验的这种这个刀工 还有就是他炒的这个sauce那个肉帽 他做这个肉帽就比较有金盘量的 还有就是这个刀工 因为刀工的话 我们真的是要向Martin老师学习 不过我们今天切菜的话 我们用的就是Martin老师的这个菜刀 是非常的好用 奖励推荐 我们这个菜切得好看的话 刀工好就靠着Martin老师的这把刀了 问题是我们这个切丝的话 这胡萝卜真的是不是特别好切 因为这胡萝卜很硬 不知道Martin老师就切胡萝卜的话 有没有什么什么诀效呢 用胡萝卜呢 用胡萝卜是圆的 你切胡萝卜的时候 我 给你一个柠檬 我切胡萝卜切丁我切丝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的秘诀 因为有时候用胡萝卜这么硬 尤其是很多家里的人 没有这么利的刀 所以比较危险 所以我就告诉你 切胡萝卜的时候 一个小秘诀 小tips 那个很简单的 拿刀之后呢 那个胡萝卜去了皮 去了皮之后呢 你切的时候 你可以切丝 可以切丁 那现在呢 我告诉你 切切的时候 如果是切断就这样 这个呢 这个呢 就可以放在不同的菜 这样切丝 切丝 这样 一 二 三 四 切丝的时候呢 如果是切丝的时候 你就切薄片 这个切丝嘛 切丝 但是最重要的 要切丝 切到这个 这个小骨 因为呢 胡萝卜是比较硬 还有呢 它是圆的嘛 所以呢 切的时候 如果是切的时候 我从其中一边 切一点点 切一点出来 OK 切一点出来 这样就平了嘛 平了不会 哦 这样才切的话 就比较安全 这样子的 这个Cooking Tips 一个小Tips呢 你们跟其他的朋友分享 太棒了 谢谢你了 哦 原来是这样的 就是把胡萝卜 哦 拿这个哈 把胡萝卜切掉一点 然后这边就变成平面的了 就是 对 是 接起来是吧 那它不会 不会 对 对 如果 不会 不会 这样 滚来滚去 太好了 学会了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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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仅要有刀 还要有Tips 才能够接触一下 妈咪老师一样细的丝 好 谢谢 因为有些 因为有些 有些蔬菜比较硬 所以要小心一点 是 我们能看出这把刀 真的 非常的快速啊 揉揉揉揉揉揉揉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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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您订阅 点赞 与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